三国演义 据说黑社会里拜法子都要拜关公的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有许多建树 比如温九斩滑雄 朱炎梁斩温酬 或五官斩六将 单刀附会 水烟鸡军等等 尽管有一些是小说虚构 但总体而言 关羽的实力不容小觑 关羽不仅有军事才能 而且武功高强 在单打独斗过程中 从没输给任何人 那么关羽的武功从哪里学来的 在三国演义中 并没有写到关羽早年经历 而且正是三国志中也没记载 于是后人纷纷猜测 关羽从哪里学来的武功 难道都是自学的吗 其实在三国演义中有一处暗示 只不过很多人没发现而已 关羽愤然上马 道骑青龙刀 凤墓卷征 残眉直属 直冲 过牛山 遍山树枝如波开浪烈 关公静奔一白阳术 赵云见关羽不来斗江 却若无人之境 方欲奔实 关羽赤兔马快 早到树前 手起一道 将白阳术折过两段 这一段记载是说关羽跟赵云交战的 但有人说出自三国演义 也有人说三国演义中没有戏 或许各个版本略有不同 总之可以用来分析一番 从这段文字描述可知 关羽在冲杀过程中 突然看到了鲁边的树 就忍不住去砍树了 而且还将白阳术折过两段 可见关羽对树很有深的情节 联系早年关羽的经历 因为他杀人犯的罪 所以逃亡到桌县 期间一直犯卖枣 欲斗为生 这样过了五六年 才遇到刘备 张飞两位兄弟 这五六年很可能就是关羽 武功大成时 他一个卖枣的小商贩 肯定是很穷 所以不可能花钱去拜师学议 而且关羽根数情节很深 证明他的武功学成根数有关 相互联系起来 印证关羽最有可能接触的就是枣树 因为他本来就是卖枣的 而且从他后来砍断白杨树可知 关羽的学武过程 跟砍树定然有关系 好了 小编就分析到这里 该歧视的都已经说了 剩下的大家应该都能知道的 关羽的武功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卢冠中已经在小说中提示了 大家都明白了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